哈喽大家好,我是腰滚大厨 这一钻研就离寸了 跟大家分享一个应景的菜 半寸流 准备一些海米 用热水泡透 韭菜头改道切大段 博菜也切成大段 水发冻笋先片成片 不要片的太薄 要稍微有点厚度 再改道切成莲子棍式 泡好的木耳切式 煮肉提前处理 加葱酱白水煮熟 该道切成莲子棍式 如果嫌麻烦 也可以用火腿屎代替 碗里可俩鸡蛋 加勺量盐搭散 炒烧里擦一层油 倒入鸡蛋液 把蛋液坦成蛋饼 一定要用小火 底部凝固后 翻个面 管火再用余温蓄一下就行 鸡蛋饼晾凉 从中间切一刀 改道切成韭菜叶宽的条 对个撩子 加两份生抽一份醋 少量享油 水开后险下损失操两分钟 再放博菜 最后放木耳和韭菜头 然后管火烫十秒左右 蔬菜控干水分 倒入大碗里 再把鸡蛋皮和收白肉也放里 把所有食材抓拌均匀 拌匀后 撞排 海米盖帽 搅上撩子 一道颜色显艳 清淡爽脆的半寸流 解就得了 小伙伴们都开工了吧 感觉怎么样啊 拌匀 半寸流这就做好了 名字非常好听 五颜六色的也非常漂亮 李寸之日 在民间有吃寸饼摇寸的习俗 李寸是24阶气指熟 四季的开断 利就是开始的意思 寸代表着温暖和盛长 万物浮属 和这道半寸流的食材非常铁切 一般都是用寸饼卷的草和菜式 草和菜大家一定都会做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道半寸流 其实跟草和菜半喝菜的形式差不多 都是把一些薯菜放在一起 废话不多说了 咱赶紧尝尝 这道菜已经叫上了散和油 外面呢 见面 隔壁 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